大家好,我是马克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语法难点小课堂 那今天的话,我们继续上一课的内容,继续来讲解关系代词 今天要说的关系代词的话是动 上一节课我们学习过ge,ge,wo,这三个关系代词了 动因为它的用法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们专门来讲一下动的用法 首先啊,动它的概念的话,大家需要特别清楚 它是代替的结构是得加名词了 得加名词,这个得它在法语当中又是一个用法特别多的介词 所以啊,得加名词可能大家一下子就会分辨不清楚了 并且它是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的 后面的名词可以代替人也可以代替物 在重句当中的话,做的是间接宾语或补语 间接宾语大家都知道,间接宾语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介词得 肯定是前面动词所带的,动词加得加名词的话 一般就这个名词就是一个间接宾语了 那补语一般就是对一些东西进行补充说明的时候 我们所用的一个介词得了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 关系代词动它的用法 首先第一个用法的话,我们先来说做间接宾语的情况 间接宾语啊,首先大家需要特别熟悉 间接宾语代表什么,那比如说像巴赫雷德盖利克修斯 巴赫雷德盖利克修斯,这里面的巴赫雷自带一个介词得谈论某件事情 那巴赫雷德盖利克修斯的话,后面这个盖利克修斯就充之为间接宾语了 因为前面有介词得才能跟到巴赫雷后面的 所以它叫做间接宾语 同时呀,大家还需要知道巴赫雷的话 加得的时候是谈论的内容 而加上,后面再加一个介词啊的话,是和某人交谈的意思 那比如说巴赫雷德盖利克修斯 就是和某人去谈论某事 大家如果呀,知道这个固定搭配是什么的话 这儿动应该你就不会弄错了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这是一个男孩,什么样的男孩呢? 动 Je,我们知道是我的 在这儿这个t的话代表的是一个间接笔语 是巴赫雷德盖利克修斯 我和你说过的 那后面这个德盖利克呢,这个谈论的这个男孩的话 我们就用动来代替了 所以它在这儿,其实代替的是德盖利克修斯 我跟你谈过这个男孩 我们为了避免前面再出现过garçon 后面再出现garçon,用词重复 所以这个时候呀,我们就用了一个关系代词动 把两个句子给联系起来了 如果这个句子拆开的话,它会是这样的 C'est un garçon,这是一个男孩 Je t'ai parlé de ce garçon 我跟你谈论过这个男孩 所以这样大家看就会出现两次garçon 我们不如把这个de ce garçon直接用一个动来代替就可以了 那这是第一个,做间接并语 指人可以,指物的时候也没问题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C'est un voyage 这是一场旅行 Donc Je me souviendrai toute ma vie 这里面的话涉及到一个动词固定搭配 C'est un souvenir de quelque chose 回忆某事 醉意,回忆某事 C'est un souvenir de quelque chose 那在这我们看 C'est un voyage 这是一场旅行 什么样的旅行呢 后面是 Je me souviendrai 是一个简单将来诗了 我将回忆 回忆什么呢 De ce voyage toute ma vie 整个人生我都会用来回忆的一场旅行 将我让我终身难忘的一场旅行 那在这 C'est un souvenir de ce voyage 我们就可以用动来代替 放在句子的中间 它其实做的是 C'est un souvenir的间接并语了 也可以指人 大家明白吗 如果我们把这个句子拆开的话 它会变成两句话 C'est un voyage Je me souviendrai De ce voyage toute ma vie 我的整个余生呀 都会用来回忆的一场旅行 出现重复 De ce voyage 所以我们用动连接放到一起 这是动的第一个用法 做间接并语 可以指人 也可以指物的 需要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那第二个用法的话 都是一些补语了 首先呀 最常见的一种补语的情况的话 就是做形容词的补语 这类的固定搭配 大家可能非常熟悉 见的也非常的多了 比如说 être content de quelque chose 对某事高兴 être satisfait de quelque chose 对某事满意 être fier de quelque chose 对某人自豪 什么这些 这种 de加上某事或某人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用动来代替 这种称之为补语 也许有人在这会问 老师什么是补语 补语就是对一个东西补充说明的 形容词补语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être satisfait为例 大家看 比如说 我对我的考试结果非常的满意 那后面这个 就是形容词 satisfied满意的补语 对什么满意啊 对我的考试结果满意 那这种情况 后面这个 我的考试结果 我们就可以用动来代替 那这句话 在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 用一个关系重句来代替 那比如说 我们可以表达 c'est un résultat 这是一个结果 什么样的结果呢 don je suis très satisfait 我非常满意的一个结果 满意什么呢 其实就是 de ser résultat 我们用了一个don来代替 放在了句子的中间 连接起来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指神的 比如说这句话 ma fille 我的女儿 don je suis très fier 我非常自豪的女儿呀 va finir c'est une句子 那在这句话当中 don就等于是代替的是 ma fille了 而做后面这个句子 je suis très fier 这是être fier de quelqu'un 对某人自豪 那在这的话 就是代替 对谁自豪呢 对我的女儿 ma fille 所以这句话的话 其实我们变过来的话 就是 je suis très fier de ma fille va 后面这个va finir 才是我们真正的 组句当中的位语动词啦 即将毕业 va finir c'est une句子 所以这句话当中的话 前面这个je suis 这个sui是一个动词变位 但是它只是一个 关系重句当中的啊 而后面这个va finir 才是我们真正句子当中的 组句当中的位语动词啦 大家要区别开 所以这个可以指神 可以指物也可以 都可以的啊 它是形容词补语的时候 那我们再来看下 再往下的这种用法的话 做足语的补语 足语大家都知道了 从句当中的一个足语 补语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c'est un écrivain dont les livres se vant de bien 那这句话的话 c'est un écrivain 这是一个作家 一个作家 什么样的作家呢 donc les livres se vant de bien 这里面的足语是谁啦 les livres啦 对吧 书 谁的书呢 les livres de cet écrivain 这个作家的书 那在这儿啊 我们为了避免重复作家这个词 那就用动代替了先行词了 écrivain 在下面这个句子当中 做的是足语书 他的补语了 les livres de cet écrivain 大家明白吗 足语的补语 也可以用动来代替 那再往下我们看 还有一个用法的话 可以做直接宾语的补语 什么是直接宾语呢 直接宾语就是这个动词的后面 不带戒词的时候的话 所跟的这个名词 我们就叫直接宾语 比如说 voir quelque chose 看某事 这个 quelque chose 和voir之间 没有任何的介词 它就叫做直接宾语了 那像刚刚 barles de quelque chose 谈论某事 那这个时候的话 barles后面有一个de 在跟上的名词 就叫做间接宾语了 那我们看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 C'est une ville 这是一个城市 什么样的城市呢 donc je déjà vu beaucoup de photo 我已经看过 很多照片的一个城市了 我看在这句话当中的话 je déjà vu vu是我们的动词 beaucoup de photo photo在这的话 其实是vu的直接宾语了 我看了很多照片 有人可能会说 老师 这中间有一个beaucoup de吗 beaucoup de 人家是一个副词 表数量的 在这的话 并不代表 它是一个 vah所带的介词 vah本身 不带任何的介词的 我已经看过很多照片了 什么照片呢 le photo de cette ville 这个城市的照片 所以在这 其实是做了直接宾语 photo 它的补语了 le photo de cette ville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称之为 直接宾语的补语 所以这种情况 也是非常常见的 那最后还有一种的话 做的是表语的补语 表语的话 我们知道 一般都是和动词 être相关的 比如说 大家看这个句子 c'est la maison 这是房子 什么房子呢 don il est propriétaire propriétaire 在法语当中 是房东的意思 它是房东 房东在这 就是表达族语 helle 他的身份的 他是这个房东 il est propriétaire de cette maison 这个城 这个房子的房东 所以在这 我们做的是 propriétaire 他的这个补语 也就是表语的补语 那这就是 don的几个用法 其实don这个词的话 总结下来的话 就是一个间接宾语 一个de 一个de 引导的间接宾语 也就是动词 加de 加宾语的 其他的就是 各种各样的补语 直接宾语的补语 足语的补语 表语的补语 这种各种各样的补语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don其实它的用法 如果你能分清楚 de的使用场景的话 那don多半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能蒙圈的地方的话 更多的会在这些书上 给的概念 表语啦 补语啦 这些会分不清楚 刚刚我已经试着 去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 还可以去咨询 马克老师 那最后呀 关系代词 我们就已经说完了 don相对来说 是最复杂的一个 大家想到don的时候的话 会不会想到 另外的一个 附代词 on呀 如果你学习过 附代词on的话 你就会发现 don跟附代词on的用法 其实是非常像的 那比如说 我们刚刚所说过的 谈论某个东西 我们也可以用on来代替 比如说 这是一个电影 我们可以说 don je t'ai parlé 我跟你聊过的一个电影 那我们也可以说 这是一个电影 什么样的电影呢 我已经跟你聊过的一个电影 用附代词on来代替这个电影 因为附代词on代替的 也是多家名词 但是这儿的话 我们就会分成两个句子 大家注意一下 这就是法语当中 语法的一些共同点了 大家要试着去总结一下 你就会更清楚了 好了 我们的关系代词 在法语当中 A2阶段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几乎所有的考试当中 关系代词都会考到的 那最后的话 给大家留下几个小问题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 打上自己的答案 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的话 也欢迎大家 给麦克老师留言 之后 如果这个视频 你喜欢的话 也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 Merci